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 紫红色拍记 刘晓春 半夜十一点被推进了产房 就在产房门即将关上的那一刻 刘晓春努力地回过头 忘了长亭一眼 这一眼像是求助 长亭的心里边不是滋味 眼泪差一点就出来了 这九个月可不容易 长亭亲眼见证了老婆 单薄的身体所承受的痛苦 她心疼 甚至敬畏 她暗自发誓 此生永不做对不起她的事情 产房是不允许男人进入的 隔着几道门 里边的情况看不到 也听不到 只能在门外边来来回回地踱步 产房外边排着一排长椅 坐着几个和长亭一样的家属 左边是电梯门和楼梯 右边是一条长长的走廊 深深的看不到尽头 仿佛通往遥远的未知世界一样 三个小时过去了 没有任何消息 疲惫的长亭在长椅上坐下 中日的午后 窗外黑漆漆的 什么也看不到 楼里的灯仿佛 也不怎么亮 等在长椅上的家属都不吱声 一片气景 旁边有一个老太太 就是好时辰了 看样子 咱们两家都能等到好时辰呢 长亭点了点头 两点五十一 长亭恍恍惚惚觉得 走廊里边有人走动 走了一眼 远远的看到一个人 从走廊的黑暗的尽头走出来 走得很慢 而且脚步有些拖沓 似乎他的腿小有毛病 长亭没在意 低下头继续地熬时间 脚步声越来越紧 长亭能够感觉到 那人走过面前直奔产房 长亭突然意识到 有些不对劲 抬起头 看到一个男人 站在产房门口 衣服在肩头的位置 被撕破了 身上沾满了尘土和血迹 非常肮脏狼狈 突然那个男人扭过了头 看向长亭 长亭顿时感觉 浑身的寒毛都立起来了 那个人的左脸 血肉模糊的 对着长亭咧出嘴 挤出了一个极其诡异的笑 嘴里边是白森森的牙齿 左脸的烂肉 因为笑容的牵动 渗出紫红色粘稠的血 长亭浑身僵硬 双眼因为恐惧瞪得老大 嘴张大大大的 却发不出任何的声音 因为长亭知道这个人是谁 那个人诡异的一笑 如闪电一般击中了长亭 记忆里 那个最黑暗的角落 被闪电给照得惨白 两年前 也是冬天 长亭陪一个客户吃饭 这客户出奇的能喝 一直喝到了半夜 分手的时候 长亭已经是脚步亮相 长亭坚持自己开车 钥匙插了三次 才插进了一手公里 午夜的路面上 没有交景 车流量也变得特别的宽敞 通常 车开到小溪路 长亭觉得胃里边开始翻腾 一股酒气上来 他正咬牙 运力抵抗 突然 砰的一声 车子一震 一个影子在前方飞起 又落下 长亭瞬间清醒过来 他撞着人了 驾车之后 五六米的地方 发着一个白人 那是一个男人 长亭 战战兢兢地走过去 肩里边盼着 那个人站起来 拍拍衣服 干自己说 没事 然而一直到他走近 那个男人趴在地上 一动没动 四肢 以奇怪的姿势摊开 左脸着地 一滩血 正从头部 慢慢地扩大 完了 长亭 长亭 长亭战战兢兢地走过去 长亭顿时浑身冷汗 醉酒驾驶 造势 撞死人 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抬头看了看四周 一个人影也没有 长亭一跺脚 上车 一脚油门 消失在了路的尽头 提心吊胆地过了几个月 事情什么也没有发生 于是长亭暗自庆幸 同时努力着 让自己放掉这件事 甚至 不断地碍视自己 这一切 很有可能是 醉酒之后的幻觉 其实什么也没发生 此刻 坐在产房的门口 那个男人 重新出现在他的面前 两年前 夜晚的画面 重新地浮现 虽然看不清长相 但是没错 就是他 男人带着诡异地笑 催开了产房的门 走了进去 长亭回过时 一下从座位上 跳了起来 他奔向产房 推开门 看不到人 推开第二托门的时候 被一个护士拦住了 长亭叫道 刚才进去 那个男的是哪儿去了 护士白了他一眼说 别嚷嚷 我一直在里边 根本就没人进去 你赶紧出去 长亭退了出来 坐在长椅上的家属们 奇怪地看着他 他问老太太 有没有看到一个男人 进了产房 老太太摇了摇头 正说着 刚才的那个护士 摊出头来说 都要穿家属袋不 长亭窃窃地应了一声 护士面无表情地说 生了 男孩 长亭看了看表 两点五十七分 没有等到老太太说的三点 那个好时的 在观察室里 长亭见那躺在推床上 虚弱的小春 脸色灰白 气弱油丝 床边上是一个小小的婴儿车 里边包裹着他们的孩子 医生说 生得挺顺利的 观察半个小时 就可以回病房了 孩子也挺健康 说到这儿 医生顿了一下 此活还想说什么 想想又说不出来 准时离开了观察室 长亭心中生疑 轻轻地凑到了婴儿车旁 轻轻地拨开了包裹的边缘 往里边一看 顿时僵住了 包裹中的婴儿 皮肤皱皱皱皱的 满是干皮 左脸上一块紫红色的台积 负责病房的大夫说 这块胎剂可能是暂时的 有可能在三岁以后就会退掉 可是长亭知道 这块紫红色的胎剂不可能退去 这胎剂将会伴着自己一生的 他亲眼看到 那个被自己撞飞的男人躺在地上 左脸着地 一滩的鲜血 他亲眼看到 那个男人两年之后 在老婆生产的时候出现 从那走廊的尽头走出来 左脸血肉模糊 钻进产房 他刚进去 老婆就生下了这个 有胎气的孩子 所以长听明白 那个男人临近门的时候 对着自己恐怖的一笑 他是来讨债的 他整整当了两年 那墙袍里的婴儿 不是自己的儿子 是那个午夜的冤魂 左脸的紫红色胎剂为证 傍晚 阳光渐渐退去 并房里边灰蒙蒙的 小春也睡了 月嫂去烫奶瓶 长听俯身看着熟睡的婴儿 头发 栖栖黄黄地趴在脑袋上 脑形有些奇怪 五官离得太远了 一点也看不出自己的影子 最刺眼的是 左脸上的台阶 沿着眉角一条下来 直到脸颊 形状狭长 稀看 紫红色中有几道特别深 这形状和颜色分明就是 脸落地留下来的痕迹 长听正俯身端想 突然婴儿毫无征兆地 睁开了眼睛 黑黑的瞳孔直直地盯着他 他吓得一个激流 本能地跳开 然而这个婴儿的眼睛 依旧盯着自己 新生儿的眼睛是不聚焦的 只能看到近距离的地方 但是长听却感觉 这小孩的目光炯炯有神 而且特别地坠立 长听慢慢地后退 那双黑亮的眼睛 竟然直直地追着他 砍过来 长听一直退到了门口 终于退出了眼睛的视线范围 他一屁股坐在了 门边的椅子上 开始发呆 小春翻了个身 醒了过来 问长听 你坐那儿干嘛 躺下歇一会儿吧 长听默默地说 孩子睁眼睛了 小春探头看了看说 没有啊 还在睡觉呢 人家说 孩子啊 要两三天才能睁眼睛呢 你是不是太累了 睡一会儿吧 长听嗡了一声 他确信自己看到了 小春沉默了一会儿说 孩子有块胎记 你是不是不太接受啊 长听勉强笑了笑 没有 都说能下去 就算是下不去了 那也是自己孩子呀 可是 说完 他心里边想 那根本就不是自己的孩子 甚至那根本就不是一个婴儿 而是一个成年人 一个心怀怨恨的成年人 出院的第二天 长听的母亲从外地赶来 见到孙子高兴得不得了 有亲有抱的 丝毫不在意孩子脸上的胎记 可是长听还是与孩子保持着距离 他害怕孩子的那双眼睛 害怕孩子脸上的胎记 每次看到的时候 都会后几倍之冒冷汗 家里边有母亲和月嫂 也用不着自己 长听就说 公司里还有一大堆的业务要处理 就去上班了 太清宫里 长听虔诚的窑洞签筒 一直签跳了出来 第73件 接签的老道士接过签一看 第73件 古人王道人收腰 简语为 鬼迷神不佑 需求天神救 立善行功成 好事方成就 念怕之后 抬头问道 你求的什么呀 长听想了想 我求的是什么呀 求平安吧 道士不紧不慢地说 这个签的典故事 唐朝有个叫李小二的 为人不义 一日在荒野为妖色迷惑 返家之后终是迷茫浑和 后其妻听说王道人功法精深 最前往恳请王道人出山收腰 王道人感激 妻子 一成 最替李小二 除腰 求得此签者 已改过行善 回头是岸 可获解脱 夜里 小春和夜嫂带着孩子 睡在主卧 母亲睡在客房 长亭睡在书房 但是她睡不着 一闭上眼睛 那男人临近产房时 诡异的笑容就会跳出来 我知道几点了 她隐隐地听到有声音 然后就看到书房的门 开了一条缝 一颗脑袋 一点点地叹了进来 正是那个婴儿 那个婴儿咧嘴笑了笑 和那个男人的笑容一模一样 左脸的胎记 仿佛也在身陷 长亭的头发都立起来了 但是却一动都不能动 她多想大吼一声 希望有人能够醒过来 帮帮她 可是除了 因为恐惧 而变得粗重的喘息声 她发不出任何声音 那个婴儿突然带着笑容 说话了 我是来告诉你 这个房子里的人都得死 一个也活不了 说完 婴儿瞬间收起了笑容 面孔变得铁青猙獰 恶狠狠地扑了上来 长亭大喊了一声 从床上坐了起来 房间里什么都没有 只有令人窒息的黑暗 长亭自首了 这是他认为的唯一货路 否则用不了多久 他就会疯掉的 然而 警察根据他自首 调阅档案 发现两年前 他撞的那个男人 并没有死 只是两处骨折 早就已经养好了 长亭尽自己的能力 提供了一份赔偿 还要深深地道歉 男人 以庭外和解 并不起诉 现在 长亭越看孩子越可爱 越看越像自己了 九个月大的时候 孩子嫩嫩笨笨地叫了一声 爸 长亭的眼泪嫩嫩掉下来 而且 孩子脸上的胎气 真的是越来越淡了 老话说得好 回头是暗 可得解脱 好了 这就是紫红色胎气的故事